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燃油温度传感器A电路间歇性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日产福特非亚特雪佛兰丰田稻奇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简而言之存储的代码P0184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 以检测到来自燃油温度传感器或电路的电压信号是间歇性的或不稳定的 A是指与特定电路或组件相对的电路区域 在配备OBDR的车辆中燃油温度传感器通常集成在燃油成分传感器外壳中 燃油成分传感器为PCM提供准确的燃油成分和燃油温度分析 在燃油箱和燃油轨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小型的计算机化燃油成分传感器 对通过燃料成分传感器的燃料进行评估 以确定乙醇、水和其他污染物的百分比 根据燃料中的污染程度将方波波形图表示电压输入到PCM 较短的波形频率表示高浓度的燃油污染 波形频率也可以解释为模式的垂直记录 弹性燃料汽车通常在燃料成分高达85%的以纯实表现良好 波形的水平部分代表燃料温度并被PCM识别为脉冲宽度 波形的脉冲宽度越宽 通过燃料成分传感器的燃料温度越高 在OBDR车辆中通常的脉冲宽度变化在1毫秒与5毫秒1秒之间 如果燃油温度信号是间歇性的或不稳定的 则将存储P0184代码并且故障指示灯 Mail可能会点亮 大多数配备OBDR的车辆将需要多次点火循环出现故障 以进行Mail照明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 该代码应视为严重代码 因为燃料温度用于计算弹性燃料汽车的燃料输送策略 P0184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可能存在其他燃料成分代码 可能的Mail照明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是 B 电路线或连接器短路或损坏燃料温度 成分传感器不良进气温度 传感器环境温度传感器 PCM损坏或PCM编程错误诊断和维修程序 始终应从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 出发 寻求一个好的起点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 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集成了DVAM和试播器的诊断扫描 以可能是诊断代码P0184的最佳工具 车辆信息源如AUDATA DIY和红外测温仪 也可能非常有益 任何诊断的适当起点是 对所有相关的线数和连接器进行外观检查 必须修理或更换损坏 烧毁或腐蚀的电线和连接器 接下来您将要清除代码并重新测试系统 当MIR照明需要多个故障周期时 我喜欢使用OBD2准备模式 维修完成后清除密码然后正常行驶 如果PCM进入就绪模式则维修成功 如果重新设置代码故障仍然存在 5V参考信号和地线被提供给可变电阻变化的燃料成分传感器 燃油成分传感器完成电路并向PCM提供波动的燃油温度电压信号 使用DVAM测试燃油温度传感器连接器上的参考电压和接地 如果在燃油温度传感器连接器上找不到参考电压 请使用DVAM测试PCM连接器上的相应电路 如果在PCM连接器上未发现参考电压 则怀疑PCM有故障或PCM编程错误 仅将PCM故障视为最后的选择 如果燃料温度传感器连接器上同时存在参考点和接地点 则可以使用试波器以波形模式监视实时数据 使用红外温度计获得实际的燃料温度 并将其与试波器波形图显示的温度进行比较 如果由波形电压模式显示的燃油温度与温度计的温度不一致 则怀疑燃油温度传感器损坏 其他诊断注释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 使用低网测试燃油温度传感器的电阻 注意 在使用低网测试电路电阻之前 请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